剛剛主席所講的這些問頭 所以你看看 裡面有七個代表都是台北市政府的人 他敢說他長官不對嗎 他是投票部隊 這應該是博文做的吧 這應該是博文剪接的 這個環境獎評估審查的有七票 然後應該進行第二階環境獎評估的有三票 然後這間不應開花的有兩票 這個也跟各位報告這個投票的結果 那我們就預計這個最高七票的環境獎評估 正是那個被反射的這個環境獎評估 上一次第122次環境會 還有很多的爭議委員會 包括環境委員提出的地址安全問題 隱私的問題 還有交通流量的問題 還有在地區民 這些病害關係人在地區民 所提出的種種的問題 通通都沒有問題 今天開發大會完全沒有把會議資料上 完全沒有跟他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違法的問題 這不是一個基於正確充分的資訊所做成的問題 黑家座也很簡單 我們北同市政府絕對不會 不會顧隊自自顧女 我們絕對會看人的道理 我們絕對告他 然後我們他要事公主 我們也會絕對站在那邊 跟他們鬥到底 這個地址是脆弱的 他比貓還更弱的 他的安全完全不可信 那為什麼他機會 就是這樣的分析呢 但我們答案是可以接受的 現在他們做出了任何 沒有完備的政策 其實將來受害都是我們的年輕人 但我們可以就跟他們這樣子去 這可不可以當正確 要先高興 先是Lukas的問題 就是要把他當中皇帝子的身材 做成他的過程當中是 哪些問題啊 對啊 委員黨應該都還在吧 對不對 到中在就在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大概時間也差不多 那我們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有沒有還有什麼要請教陳老師 我自豪或自豪 我們那幾個年輕人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是一個團隊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運動不只是說 需要在地人談 需要很多 需要很多 需要很多其他 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 我們一起來支援 雖然我不束眉頭 但是我們還是要 大家可以持續來關心 這樣的一個議題 然後給當地人更多的支持 更鼓勵 然後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不一定你要到現場看 你願意來我們也很高興 你在臉書上幫忙轉載 把這件事情不合理的地方 多告訴一個人 他再傳說下去 其實對整個社會環境的氛圍 就會影響很大 尤其在台北市 教育水準比較高的地方 我相信有理智的人都會知道 這個政府是多麼的壓霸 那個會議場 我每場經常被擋在外面 包括維格小學的案子 內舞姿機的案子 我也被擋在外面好幾次了 反正我們都很熟悉啊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透過這個影片 更讓大家清楚的知道說 北俄欄車不值得 很多開放案 都充滿了很多的謬誤之處 那今天再次感謝我們陳惠傑老師 還有志涵 好 我建議你們有時候 謝謝我們這幾個年輕人 站起來再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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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下個禮拜呢 會講的是雪谷攬車 大家可以來看看 在不一樣的地方 在台中 他們面臨的問題也很大 也是一樣的 保安寧解辯啊 什麼的 甚至他們還涉及到 原住民組的傳統領域 還有更多的問題可以探訪 那在1月的最後個禮拜 就是我 跟大家談一談北俄欄跟北俄欄田 歡迎希望到時候還可以再見到各位 謝謝大家